Ian,想問1398可否部署呢? 其實看到剛才你也有說內銀可以出來澄清 馬上說已經撞了 包括公行也有的 也有說涉事的房貸規模很小 那又怎樣呢? 內銀可否有機會部署一下呢? 我想第一點是看觀眾的部署是怎樣部署 即是他是想覺得緊的跌跌得多 現在賣就打轉去走 還是又是看到他下來了 覺得可以慢慢坐下慢慢收下息 我想是兩個方向來的 如果你說後者覺得跌了那麼多 可能繼續可以便宜東西去撿 去撈慢慢收下息 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個我想可以考慮的 但是你說短線博去大幅高 我就未必太建議了 因為剛才都說了 始終整件事件 雖然相信不會去到一個很差的結果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不會想看到這件事發生 而且事實上來說 其實真的好像內人所說的 那個賤比其實應該是真的少的 因為始終個別內人 其實四大廣這麼大間 它的房子是很大的 其實真的相對在一般市民的 按揭的那個賤比來計算 應該是真的很少的 所以實際就算我當那些是為了 要減少值也好 其實是否會出現系統風險呢? 我都覺得未必的 變相其實事情看起來不是那麼悲觀 所以剛才提到的 中長線其實可以是反而乘低去考慮的 以及你幾隻 譬如你提到中行 始終息率是吸引 發的結構 雖然剛剛過了一段時間 要等下轉 但是也是值得一些長線去考慮的股份 但是當然 短炒為何不建議呢? 剛才湯寧都說了 明明看得不是那麼差 為何不把這件事反彈上去呢? 這件事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尷尬 因為這件事最終的結果 我覺得不差還是不差 但是是否真的一定會這樣走呢? 其實這個也不知道 二來其實怎樣變成不差呢? 當中的變化其實是難說的 可能是會跌多一陣 才再康復也不奇怪 所以你純粹拼短炒 就未必真的太建議了 還有你短期受累到這些因素 氣氛上一定是拖了下來的 所以就算不是怎樣再跌 好像今天這樣 站穩了 但是也只是靠穩 不會是一個大升或大反彈 除非現在馬上出來說沒了事 除非是這樣 如果不是我想短炒博上去 未必太建議 但是你說是低級去做中場線 持下收下息 我覺得是OK的 說到你4元這些位置公行 真的算便宜 這個就不是太擔心 長遠來說股價還有很大的下跌空間 嗯 好